不 真正毒死书箭的 不是一程 那个黑衣人 就是石青湖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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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娘娘 钦差大人还在旁边呢 爹 父亲 易太医 晚饭之前 我还跟你探望过书箭 当时他的脉象 不是一直很平稳吗 当时确实有所好转 只是不知 怎么突然就 怎么了 有什么发现吗 书大人身上 有一股聊善参的味道 但是杯子所开的药坊中 并无此物 苗山参 此药有毒吗 此药无毒 但书总兵重伤之下 命在旦夕 此时用大补之药 反倒成了他的催命符 所以你的意思 书大人是被毒死的是吗 可以这么说 书大人冒死未明起命 如果还有人毒害他 那这个人 就是是非不分 丧心病狂了 主子 卑职已将这驿馆里的 所有人等 全部都拘押起来了 好 你先分别询问 只要是有可疑的人 全部都带到大厅来 待会儿我亲自承问 喳 竹哥哥 你实在让我太失望了 环妹 人不是我杀的 不是你杀的 不是你杀的是谁杀的 你对我就这么没信心吗 今夜 我在叔父的饭菜里 放了一些蟹药 等他腹痛去了茅房 我正准备悄悄潜入书间的房间 为他服下迷魂丹 不了 我去发现 你肚子怎么这么疼啊 咱家换班的人怎么还不来呀 算了 我先 我先去吧 我先去吧 你是说 有人抢在你之前杀了舒建 没错 而且那个人 我们都认识 是这个驿馆的驿城 驿城 驿城为什么要杀树剑啊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 康熙说什么你都信 偏偏我说什么你就不信 不是 竹哥哥 你先别生气啊 现在听你这么一说 我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知道吗 如果你为了光复大明 便成了心狠手辣 不择手段的人 那样我会很难过 很失望的 你放心 光复大明 是我一生的责任 我无法逃避 只能全力以赴 但是在我心里 永远把你放在 最重要的位置 你的竹哥哥宁愿死 也绝不会让你失望 让你增恨 竹哥哥 你能不能别这样看着我啊 你跟我说的这些话 让我觉得压力特别大 你不要觉得有压力 这是我对你的心 至于你对我的心 都听凭你的意愿 我绝不勉强 你说那个 议程为什么要杀书建啊 早不杀晚不杀 偏偏这个时候杀他 我也不知道 好 康熙已经命索额图 挨个审闻所有的人 我虽然没有办法 出面拆穿议程 但这个小小的驿馆 早就被索额图 所带领的大内侍卫 在暗中包围 外人根本无法进入 要想查出 在夜间刑迹可疑之人 并非难事 糟了 这樊姐姐 叶哥哥 还在驿馆当中呢 他们会不会被索额图 当成遗凶啊 小师妹 我们没事 放心吧 叶哥哥 没事就好 小师妹 大师兄 我们又见面了 叶师弟 你送给欢妹的金手镯 很好看 我替她谢谢你 我本来 想让她把那手镯戴上 好歹别辜负了你一片心意 但她自己不愿意戴 所以 叶哥哥 我 我现在的身份 是钦差大臣的丫鬟 所以我身上 不能带贵重的东西 不过你放心吧 我把那个金手镯 已经好好的收藏起来了 不带就不带吧 收好就行了 大师兄 索额图已经找我们 问过话了 有无应期作保 他也不敢为难我们 那就好 如果不出所料的话 康熙应该很快就会查出 是易城下的毒 不 真正毒死书箭的 不是易城 书箭伤情好转 肯定是无应期 和是惊鸿不愿意看到的 而正巧 师姐的房间 就在石青红和无应期的对面 所以今天晚上 我也让师姐多留意一点 他们那边的动静 我一直观察着对面的房间 结果发现 石青红悄悄从房间溜去 这边是怎么回事 这个黑衣人 就是石青红 难道 今晚潜入书箭房间的 除了我跟易城 还有石青红 没错 大师兄 我们何不借此机会 挑起康熙 跟吴三桂之间的矛盾呢 这是一个好机会 叶师弟 你一向心思缜密 思虑周全 如果你能把所有的心思 都用在光复大明的大业上 我相信 你爹和师父们 一定会很开心的 我知道了 大师兄 我一定会抛弃杂念 一心光复大明大业 好 但愿 你能说到做到 此处不是说话之地 索额图已经将驿馆的人 统统绑起来 等着康熙亲自审问了 我和叶师弟 也得赶紧先回房间了 你们也快点去听审吧 好 注意安全 走 注意安全